接着我们再来看 鉴于中国大陆的快速军事发展级部署 美国国防部承认 如果北京当局对台湾动武 美军已经挡不住了 这是美国第一次如此悲观地看待 其协防台湾的能力 美国国防部就认为 美国只有建立强大的报复能力 才能遏制中国大陆的动武之念 《华盛顿邮报》的记者兼专栏作家侯格兰 撰文透露了美国政府的这一观点